你说我割韭菜 国家有难的时候 我一共捐了500万 我Yang King Yaboss的品牌服装 我连他妈的利润都没有 我全部下架捐给了河南 你说我是吗 你有什么本人酸我 你从哪一个角度你能酸我 从明星你也酸不过我 从老板你也酸 你也酸不了我 从做公司你也酸不了我 黄子涛是那鱼 名列前茅的勇士 毕竟有事他是真上 去年河南发生灾害的时候 他捐款500万 并且下架自己品牌的 全部服装用来支援 最初这决定 让工作室的人不敢相信 后来他再次强调全部下架 有网友粗略估计 这些服装整体价格在800万左右 但就是这样的行为 也仍然让不少人产生质疑 曾经在直播的时候 黄子涛被质疑割韭菜 一向脾气火爆的他 没有选择无视 则是正面开怼 黄子涛有多勇 他时常在直播中 揭露娱乐圈中黑暗的一面 并且对自己员工极其爱护 与其他的艺人不同 他认为员工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是帮助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人 从来不会让员工做没有原则的事情 我的女人 只要是我的女人 不可能爱上别人 但如果这个女人爱上了别人 我告诉你 那我只能说我魅力不够 那那个男的厉害 我让给你 这女的我也不要 再见 正是因为自己曾经遭受过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才会对员工极其关爱 众所周知 他曾经是韩国男团的一名成员 但是他却时刻坚守中国人的底线 曾经组合为了感谢粉丝 组合的成员给粉丝行贵败礼 但是黄子涛认为 男人膝下有黄金只是端下 他们这些人都是惯一些臭毛病 你知道吗 演员去了以后就得给他面子 娱乐圈是那些做剧的那些 你知道吗 特别蹿 我很给他面子 低调的听你在他讲话 那是给你脸 卖给他平台 报大词 根本不care这些东西 我管谁来了 什么这个那个领导来了 跟我有毛关系 我忙得要死 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为什么吃完了饭 我还得去陪酒 我不吃饭你就封杀我 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真牛逼 因为他们做剧 就觉得所有的艺人都得求着他 想笑 你知道吗 在回国之前 有一场演唱会上 主办方只邀请了成员中的九个人 并没有邀请他 但他还是去了 没有统一的衣服 没有造型 甚至就连灯光也打不到他 话筒更是没有声音 队员们全部往他的身边靠拢 但是仍旧无济于事 回国之后 他成立了工作室 专门聘请发小陈衬 作为自己的助理 陈衬最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他是一个聋哑人 曾经黄子涛对他说 如果自己有一天成为大明星 一定会让他成为自己的助理 等到黄子涛真的邀请他的时候 陈衬认为会拖他的后腿 怕自己成为一个负担 在他的再三邀请之下 陈衬才答应了他 在黄子涛被黑得最严重的时候 公关部门让他说一下陈衬的事情 但是他直接拒绝了 并且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后来他在家节目的时候 面对一群聋哑儿童 他用手语来对话 孩子们竟然听懂了 这才知道有陈衬的存在 有记者想要采访他 但是都被黄子涛拒绝了 他说陈衬只是工作人员 只是普通的助理 不想他的生活被打扰 敢说敢当的黄子涛 着实圈离大部分 给我公司所有员工 我立了一个规矩 你出去谈任何业务 谈任何项目 你谈任何的合作 只要让你喝酒 滚 都滚 如果这个工作是建立在喝酒之上 滚 不可能 我绝不让我员工去喝酒 去谈任何的业务 你要谈 你认可我们做的项目 你认可我们的实力跟才华 你愿意跟我们合作 让我们合作之后 小酌一杯 OK 但你让我的人出去陪酒 不可能 这辈子我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公司可以不做 不让我员工做这种事情 黄子涛到底多有生业头脑 今天的一切都归功于他的父亲 从小父亲就告诉他 家中住的房子是租的 每年暑假 黄子涛就去改名工 后来得知真实家境之后 想要选择公开 但是都被父亲拒绝了 在韩国遭受不公的待遇 即使面临合约的问题 依然选择带他回国 回国之后 将他先到国内公司旗下 并且进行了不少的投资 等他的事业稳定之后 父亲给他开了自己的公司 完成他的梦想 以此同时 他在交州40岁年轻的老板 朋友出轨怎么样 直接分手啊 这种出轨你还问我 肯定分手啊 吓人呐 直接分手 你出轨了 我不要你了 你滚吧 我向你敬礼 死路再见 大方一点啊 人都出轨了 你跟他在一块干什么 有点志气行不行 永远不要吃回头 你帮我出轨也再见啊 这不一样了吗 男女平等知道吗 谁出轨了就再见呗 黄子涛对所谓的九州文化 从来都是嗤之以弊 更是给员工下达了 禁止陪酒的通知 敢说敢做的他 被称为内娱第一勇士 毕竟没有几个人 能揭开娱乐圈的遮羞布 黄子涛自从出道以来 到现在一直遭受种种质疑 一直以真心情诗人的他 是圈中的一股清流 你喜欢真心情的黄子涛吗